先提问一下 我们大会来讲啊 人才的部分 先讲一下 因为大家发现 其实你既是天下问题 不一定真的能够成功 因为你面对了 我觉得你产品做得更好 你真的不知道是更厉害 其实你have the problem 你也不当你的主管 当你的客户 当你其他的合作 不败印的时候 做任何东西都是没有影响 我先从比较硬的学历的角度来看 因为在座两位学历来说 真的是蛮厉害的 所以大家也有一个 对这个产业有一个推敲 就是说我要做Data 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最常见的profil 这个经典是博士 然后各个医院里面练功 某几个连换的处 金凯也问你自己讲的话 这样的训练 是你期待所有的 参与这个Beta Science的产业 都需要的吗 或者是你自己的学习过程什么 博士的训练 个人的训练对你来说得到什么 但是同时比较还会有读 可以要不要分享 一些个人的学习的过程和挑战 OK 我会先讲是 其实我大部分的学习 过去的学历 大部分是数学系 OK Engineering的 其实并没有到非常的深 然后在这中间的过程的时候 对于model 或者是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了解 然后随着这时间做的时候 其实你开始要做application 其实我最早期比较像在做 我刚开始在业界里面做的事情 比较像是角色分析 怎么做怎么做可能会比较好 Decision making Decision making 可以协助这种一些事情 KKTV该买什么局 可能会可以参与一些讨论 做这些事情 然后到后来要开始打造推荐系统 那中间就开始会需要碰到 Engineering比较多相关的事情 那当然你就可能也会碰到相对 Infra OK 那所以你会发现你的领域会 在这个时间会一直不断的越扩越大 然后但是其实你没有办法 很快的时间就全部能接起来 所以在这阶段过程中 我会觉得怎么样沟通跟别人团队合作 是一件非常重要重要的事情 OK 就不太可能一个人就take off 但是你也不能到完全都不了解 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觉得 内部在这了解的时候 Engineer 我会 我对自己团队 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个团队 我会希望他大部分人是不要分的太明 其实说不要分的太明的意思是说 我不希望做Engineering的 只做Engineering的事情 OK 就是我take 然后做Model只做Model的事情 我是希望最好是大家可以往中间靠这些事情 OK 那这件事情会带来很大的好处是 大家比较容易Engage 我在谈什么时候你听得懂 不然是大家做一曲的时候 你在谈某件事的时候你发现只有一半人怀疑 然后再谈另外一半人有怀疑 那这个事情是需要慢慢可以被合在一起的 那我就觉得 其实最后面有点像Meta Learning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快速再学习别的东西 这可能是一场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overall来说 假设简单讲的concrete一点 就是具体一点的话 我会发现在这领域 至少做到Oper Location Data Oper Location的时候 至少有三件事情可能是可以先 比较重要可以去学的 一个是 其实大家部分都跟CS background 一个是Argorithm Argorithm 对 我说的是像是很基本的Argorithm 不见得是Machine Learning 这种Argorithm 因为你很多地方需要去coding 你computation其实就是你的cost 对没错 所以你要你那Argorithm都不懂 或者是complexity也不太清楚 Space上同在 所以那个就不太行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接下来再深一点 你开始手伸进去的时候 Design Patterns也会关注很多 好所以这两个都跟真的实作面 你有的话 有一些basic knowledge在里面就非常棒 然后第三个就是Caggle Caggle的意思是说你可以 行有余力的时候在上面去找题目来玩 然后但是Caggle玩的地方 我个人会有个不太一样的 我个人会有些建议 是你在玩的时候 不要专注在制作Solution Caggle其实是一个集所有问题在上面的平台 没错 所以最重要的是大家正在问自己的问题 哦你在挂问题 然后你的问题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data可以去support这件事情 因为等到你真的在进入业界 在解某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给我的data根本不能解你的问题 那我要怎么去 去伸出这些data或什么之类的 就会有一个sense 我补充一个我觉得不讲完好了 我相信Avacam教的一些technical skills 是直接就会拍上用场 拍 挑Python 然后做ETL 然后也许收定会玩到Pyspark Depend 然后也有很多tour 那我觉得其实都非常fit 然后我觉得金凯讲的Caggle 可以透露一点点资讯 像是都举例 是不定是我们PhD 很容易把问题讲得太难 但是把问题变难 那个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同样的影音的公司 他放资料到Caggle上面的时候 他可以问你说 我给你过去三个月的用户观影资料 请你猜接下来三个礼拜 我的用户喜欢看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 他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 是我给你过去三个月观影资料 请你告诉我未来三个礼拜 他什么时候想看 然后这个两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在设计受原因 你要想把它猜 因为你如果问对问题的时候 再去解问题 就会有很大差别 然后这个就是金凯想说 你有时候上去Caggle 除了玩那个model以外 你可以去想想 为什么他要问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那问题 不见得是那么strap forward 是他可能 他其实搞不好公司内部有100个问题 他删掉到最后只剩下三个 然后才丢出来 然后为什么会删掉97个是有原因的 然后这个如果你有办法一定程度有sense 等到你进职场的时候会差很多 要不然你其实可能真的要做100个问题 你都要做不完 可是如果你搞清楚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跟你同事老板或客户说 我猜我们最重要真的只要解这三个就好 这三个解了可能我们就已经及格了 根本不用去烦那100个因为太多了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scale 这我觉得就是呼应那个金凯强 我觉得蛮好 我真的很有趣 我用我的话床是就是 你就要去解高低的时候 不要把这个单纯的数学题去解 你可以透过那些问题的领域 跟他的他在意的东西 去理解那个domain 那个产业的公司到底思考什么 他最后care哪个metrics 然后你慢慢收集的东西 带你老板里面 所以你可以那个little note 然后问自己 为什么这个公司这个产业 这个领域 他care是这个点 你就会有一个library 这种东西 所以你对library 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 或者工作的时候 你对事情有contact 跟那个商业目标就更有本 这使我就会觉得你很上当 我会觉得说 你似乎很清楚什么才是重要 那我们可以再多聊 要不然我只能问你 你会什么演算法 那你怎么prove 我们有个kegle game给你玩 然后刷过了 是那个区别 那不太一样 赞 所以大家如果对那个 那个science领域有兴趣 尤其对geistream有兴趣的话 多去收集一下kegle题 然后去 拆解问题本身 我不是把它拆解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要进电商 电商公司非常多 这是好事 所以电商相关的kegle game 其实也很多 你有可能会看出某种pattern 那这时候你去面试 会不会还一样 懂 懂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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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